期中選舉或者中期選舉的前夕 民主黨終於發威了 他們找到了最佳的方法來控制通貨膨脹 他們的最佳代言人 賓州的參議員候選人John Featherman 跟總統Joe Biden 異口同聲的說 只要這個樣子就可以解決通貨膨脹 拜登再度發表保護民主的演講 沒有他就沒有民主 沒有民主黨就沒有民主 只要民主黨輸了就代表民主輸了 原因是什麼 我們今天來好好的解釋一下 好萊塢的明星Ann Hathaway 安海瑟薇代表作的電影 穿著Prada的惡魔出來16年後 她有感而發 說她為了裡面的女主角感到非常心痛 因為或許那個女生不能墮胎了 墮胎是女人必須經過的 這是一個仁慈的做法 Yeah 我一直都很討厭這個演員 感謝他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不只討厭他演出來的角色 更讓我確定 我不喜歡他絕對是正確的選擇 放心 這次Ethan不會斜口噴人 我會給出非常完整的理由跟解釋 跟我每次講新聞的時候一樣 我是Eth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在我們開始之前請你去我們的網站 loveainews.com 或是直接到下面參與我們的會員 或是直接支持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成為一個會員 你其實在幫助我們 跟我們所有的員工的工作 有能力來繼續播報這樣的新聞 我們感謝每個人給我們的支持 成為會員 你會得到我每次錄影斯羅斯的片段 未來還會有更多只有會員才有的福利 例如像說未來的直播 或是萬一就是戰爭來到不幸發生了 可以在上面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互相幫忙 這些都是在籌備中的服務 所以請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幫我們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重要的是幫我們分享這個影片 我們的節目正在被YouTube shadowban 很多人都說 油管已經不再推送我們的節目了 Shadowban沒辦法禁止你分享出去的東西 所以說 你想要抵抗這樣的言論封鎖的話 請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好 我們就來看第一則新聞 下星期二就是期中選舉了 請大家千萬要去投票 在這邊幫民主黨打個廣告 賓州的參議員參選人 John Featherman 又是非常嚴密 有效 而且絕對可以幫助賓州的居民 克服通貨膨脹的方法 這段 如果翻譯沒看懂的話 不是我的錯 因為這一段 就算英文再好的人也沒辦法聽懂 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這位CNN的主持人 Don Lemon Don Lemon OK 因為他還可以坐在那個地方 假裝好像他聽得懂一樣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強 但是我必須幫這位 John Featherman說句話 就是他的觀點 他的做法 以及他說話的方式跟內容 其實跟我們的副總統 Kamala Harris沒有太大的差別 而且他說的還比 Kamala Harris有道理很多 依照Kamala Harris的政治生涯來看 John Featherman的政治生涯 不但沒有結束 而且還非常的有遠景 說不定還可以當副總統 我沒有在開玩笑 John Featherman的答案 其實跟我們的總統 Joe Biden的回答差不多 如果我們這次其中選舉 可以就是非常的公平 民主黨不會作弊的話 很不幸的是 他們選舉舞弊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的高 現在我們實在 很難相信美國的選舉 但是如果這一次的其中選舉 可以正常的話 公平的運行的話 左派就會把他們失敗的原因 全部推在其他東西上面 Fetterman的健康狀況 俄羅斯侵入烏克蘭 中國的壓力 沙烏地阿拉伯的叛變 還有美國保守派的節目 反正千錯萬錯 就絕對不是他們的錯 他們會把所有的問題 都怪在別人的身上 而不會反省自己 其實是因為 他們執政以來 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方向 全部都失敗了 John Featherman 對於通貨膨脹的答案 很糟糕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很糟糕的人 再加上腦子中風 所以說腦子真的不太能動 所以他說話表達的方式 也出了問題 但是不要以為 這是因為民主黨沒有辦法回答 這個問題的唯一原因 不要以為民主黨沒有辦法回答 只是純粹是因為 John Featherman的健康狀況 因為我在說他回應的方式 跟Joe Biden的回答 差不多的時候 不是開玩笑 他在那個地方 還隱隱約約的說 類似什麼 企業減稅 跟聯儲會利息調漲之類的 甚至 比Joe Biden的回答 還要更合理 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在要質詐的 他會變 只是改變 對價格 然後他們話談 關於風格 但是 關於風格 我們在發言 一周 關於風格的問題 是世界宇宙的問題 因為 因為 暗就在 就是 因為 我生哥 因為 因為他死了 而且這不是他第一次殺這個謊 10月的時候他在Colorado演講的時候 也說他的兒子英勇的死在伊拉克的戰場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他真的是老人癡呆了 過去的記憶越來越模糊的跡象 或許是這樣 但是或許這就是整個拜登的政治生涯 他就是一直在編故事一直在騙人 Joe Biden他的學歷是造假的 他在參議院投票紀錄也是在說 他在說謊他在造假的 他之前是100%反對同婚的 而且說婚姻是神聖的 是一男一女的 不應該有任何的改變 我們來回顧一下他當時的回答 2008年副總統辯論會的時候 他說的話 他就說他會不會有任何人的改變 他會不會有任何人的改變 他會不會有任何人的改變 所以他當時在說謊嗎?還是現在在說謊? 他說謊的內容包括什麼他家人的死亡 他前妻的死亡他也說謊 這個人他一輩子都在說謊 一輩子回答從來就沒有被整合過 他是不知道這些是有紀錄的嗎? 他不知道Google存在的嗎? 還是他真的是老人痴呆到 他真的覺得自己的兒子死在伊拉克?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人根本就不該當美國總統 他根本無法勝任這個工作 就像我們接受他的說法 就是通貨膨脹是因為全球的問題 是因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我們也要問 烏克蘭被侵略是誰造成的? 其實就是他一手造成的 而且這不是我說的 是現在正在被侵略的烏克蘭總統 總理 總統還是總理? 澤連斯基他自己說的 如果拜登沒有同意俄羅斯的兩條油管的話 俄羅斯是不會侵入烏克蘭的 為什麼在我有記憶以來 只有川普執政的那四年 俄羅斯乖乖的 沒有侵略任何人 很多人在網路上傳那些影片說什麼 美國有史以來有幾年是沒有打仗的 然後就一堆中國共產黨 跟台灣的國民黨在那邊自我感覺良好 就說 哎呀對呀你看我們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和平主義 從來就沒有侵犯過人 越戰 韓戰 共產黨都沒出兵 中國侵略過越南你知道嗎 中國跟俄羅斯也打過仗你知道嗎 中國到現在還有跟印度是有領土紛爭的 幾年前還有兩軍流血衝突過死過人知道嗎 中國在東南亞到處打壓東南亞的國家 你知道嗎俄羅斯更是這個樣子 George W. Bush的時候 小布希的時候俄羅斯侵略Georgia 歐巴馬的時候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Crimea就是那個時候被拿走的 川普那個時候什麼都沒有世界和平 中東都開始簽和平協議 然後Joe Biden就突然變成快要世界大戰了 因為川普時期美國的國力是最強的時候 經濟軍事石油儲備能源方面 他對俄羅斯更是非常非常的堅硬 他逼著北約要付更多的錢 在他們自己的軍事防衛上面 他要求北約如果要美國保護的話 就乖乖的付錢 不然這對美國太不公平了 他對中國也是這個樣子 對日本也是一樣 而且根據報導 川普跟普丁說過 如果你打烏克蘭的話 我就會打莫斯科 那如果你是普丁的話 你會怎麼想 川普這人應該是吹牛了吧 這人神經病吧 我覺得他講出這句話 大概只有5%的可能性會這麼做 但是就是這5% 我普丁我就應該小心了 只要5%就是一個不能被接受的危機 因為這個人好像說話他都有做到 就是這樣強硬的美國 強大的美國才有可能創造世界和平 北韓都乖乖的 中國也乖乖的 為什麼 因為沒人知道川普在想什麼 沒人知道川普下一步會幹嘛 他說我反對伊拉克戰爭 伊拉克戰爭沒有道德 而且沒有意義 然後下一秒 美軍的無人機 就把伊朗軍銜最高的元帥擊斃 國際這些想要鬧事的國家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他不像Joe Biden 一樣可以被解讀的一干二金 放心 華盛頓晚上7點之後 就不會發生任何事情了 因為拜登跟他的狗在床上睡覺 普丁看得一清二楚 美國有多軟弱 美國有多分裂 美國的總統有多老人痴呆 就是這個樣子清晰而且軟弱的美國 國際才會亂成這樣 所以說通貨膨脹是誰的錯 或許真的就是烏克蘭 或許真的就是普丁 但是追根究底就是拜登這個人軟弱的錯 拜登這個人有多好釐清呢 就在選舉前他要來教育全美國的人 什麼叫做民主 他說他要來拯救或者是保護民主 我聽了這個演講 內容基本上跟他上一次說要保護民主 一模一樣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就是那個後面一片紅 然後兩個海軍陸戰隊拿槍在那個地方 看起來跟納粹的集會一模一樣的那一個 然後他在上面指控美國一般的人口 全是法西斯主義的那一個 為什麼 是因為民主黨這一次沒有任何可以討論的點 所以他就在保護民主了一次 一模一樣的演講 這一次他沒有說我們是納粹 但是說我們是邪惡的 然後我們是要摧毀民主的一群恐怖分子 但其實就是暗示我們是法西斯就對了 這一次他們的形象有改進 背景不是血紅色的背景 是一個普通的美國的藍色的背景 然後跟一堆他們每天在見他的國旗 在上面他沒有提到任何跟政策有關的方向 他只談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民主 I know there's a lot of stake in these midterm elections from our economy to the safety of our streets to our personal freedoms the future of health care 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it's all important but we'll have our differences we'll have our difference of opinion and that's what it's supposed to be but there's something else at stake democracy itself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sees it recent polls have shown that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Americans believe our democracy is at risk that our democracy is under threat they too see that democracy is on the ballot this year and they'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it so today I appeal to all Americans regardless of party to meet this moment of national and generational importance we must vote know what's at stake and not just the policy of the moment 有沒有很像 台灣的政黨的演講 那些議題都可以討論 但是不重要 民主命在旦系啊 對不對 違在旦系啊 那他說那些議題包括什麼呢 包括非法移民 健康保險 經濟 教育 油價 通貨膨脹 你關心這些幹嘛 最重要的是民主啊 為什麼不討論那些政治的議題 因為每一個他們做的非常爛 這邊可以問的是 我們有很多台灣的 愛民主的觀眾可以回答一下 民主是什麼 我不是一個政治系畢業的 我大學的時候拿過一堂 political science 跟高中的時候讀過 government 跟American history 但是如果我記得的沒錯的話 民主的意思就是 絕大多數的人 投票同意的政府方向 跟君主制 寡頭政府 無政府 共和制都不同 因為這個制度 是一個沒有真正的道德底線 沒有對錯的一個政府制度 同時也是一個最危險的政治體系 一個地方只要你蒐集到 夠多的神經病 你就可以有一個神經病的政府 好處就是 但是如果你的社會是一個正直的 有基礎價值的 有真理的人口過半出來投票的話 那就會有一個正直的 有基礎價值的 而且跟真理符合的好政府 至少理論上是這個樣子 那這次的選舉 如果絕大多數的人民 想要投票給共和黨的話 就表示 這是一個民主的決定 也就是說 這絕對不會是一個對民主的威脅才對 但是左派無法了解這一點 Joe Biden不了解這一點 他在這個保護民主的演說上面 重新定義了民主是什麼 那一段詮釋他自己在那邊胡扯 民主沒有這麼偉大 民主就是一個純粹的政府體系 一個政府系統而已 民主不是什麼 我們怎麼看世界 民主不是什麼主義思想 或者是生活方式 Joe Biden在台上形容的不是民主 他形容的是跟很多被加州的好萊塢 侵蝕的政黨的思想一樣 他形容的是 後現代自由主義 Postmodern liberalism 後現代自由主義 就真的就是一個思想 一個主義跟一個生活方式 事實就是 自由主義跟民主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是完全不相干的 用投票來決定 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尊重少數的方式 來制定政府的方向 這是民主唯一的正當解釋 但是當這些自由派 或這些進步派的人 在說民主的時候 他們在說的其實就是 自由主義 或是進步主義 Liberalism 或是Progressivism 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在把他們的議程 全部跟民主扯在一起 例如像什麼 同性電婚姻 變性人 全民健保 退休金 全民教育 政府福利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覺得 當人民投票的時候 民主就有可能被攻擊 當他們把民主看的不是一個制度 而是一個主義 一個思想的時候 而且可能會被攻擊的時候 他們就會想要保護所謂的民主 他們的民主 現在我們可以在推特上面看到那邊說 民主計票時間會很攏長 當天不會有選舉結果 在Facebook上面 在左派新聞上面 都這樣說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他們看起來好像就是準備要作弊的樣子 簡單說 他們保護他們的民主的方式 就是徹底的摧毀民主的本質 他們要的民主方向 就是像中國二十大那一種 OK 人民代表大會 裡面每一個議員 都是得票率100%的那一種 才叫做民主 而且他們對於選舉舞弊 還是非常驕傲的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好像在三四個月前 我們報過一篇在 Time Magazine的那個 時代雜誌上面的文章 他們是非常驕傲的在上面說 我們就是在選舉前 改變了投票方式 改變了計票方式 改變了選舉委員會的權利 跟州政府的權利 還有我們是如何 無視某些選舉訴訟案 所以才贏得這次選舉的 很多人說什麼 兩千頭羅子 怎麼樣 根本不用 他們自己在雜誌上面 就說他們是怎麼選舉舞弊的 只是為什麼他們都已經講得這麼明白了 但是卻沒有調查而已 所以現在美國的選舉會變得很奇怪 如果保守派贏的話 他們會覺得說我們的思想不民主 因為他們扭曲了對於民主的定義 左派如果贏的話 我們會覺得不公平 因為他們不但選舉舞弊 而且還在時代雜誌上面 宣傳他們是怎麼作弊的 簡單說就是現在沒有人相信 美國的選舉制度跟選舉結果 然後Joe Biden在這個演講上面說 我們唯一相信的民主的方式 我們唯一接受的選舉結果 就是左派贏了 因為左派就是民主 保守派贏的話 就是對民主的威脅 如果我們不能一黨獨大的話 控制整個美國的話 我們就失去了美國價值 所以他們如果這麼想的話 選舉當天他們不斷的數票 不斷的數 數到他們贏為止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是我們還是要盡我們的義務 來去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下星期二還是要出來投票 今天的新聞有點沉重 最後一個新聞來自娛樂圈 能寫這樣的新聞其實我還蠻開心的 我一直以來都不太喜歡 跟安海瑟為Anne Hathaway這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 我以前的前女友全部把她當成 說成是女神一樣 多正演的戲多好看 她從她一開始爆紅的那個 麻雀變公主Princess Diary 我就開始覺得她拍的電影都很無聊 那令我最深刻的就是那個 電影版好像叫做悲慘世界 那本書是我小時候我媽帶我去圖書館借的 我當時小學三年級 我讀了之後 我很記得裡面 我會覺得說裡面怎麼有一堆神經病 政府也是神經病 革命黨也是神經病 後來我長大了 讀了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歷史之後 我就很確認就是 對法國大革命就是一群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無腦無神論沒有道德沒有底線的神經病 創造出來的歷史暴力事件 經過了一番左派的大洗劫之後 還是創造出來獨裁的拿破崙 而且那個悲慘世界裡面的那些人 沒有一個人好好在演戲 從頭到尾一直在唱歌 我知道是個音樂劇 但真的都很難聽 而且干擾到整個觀眾的了解故事情節走向 特別是 Anne Hathaway 但裡面其實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一個角色 原本著作裡面也不是說很重要 但是有的時候很簡單的對話 他就是這樣 I just hate it 真的 就是 看那部電影 真的就是把我原本就沒有特別喜歡的故事 重新的再讓我痛苦一次的感覺 Anne Hathaway 不管她在演什麼 在太空裡面那個女的 還是在蝙蝠俠裡面的那個貓女 她的角色永遠都一樣 就是一個永遠無法滿足 然後都很不知足 然後得受害者 心態極重的一個女人 她星期三的時候 上了The View這個節目 證實了 我討厭她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她不只在螢幕上面是那樣的人 她真的就是這個樣子一個 無腦 無知 而且無恥的一個女人 You know,The Devil Wears Prada did turn 16 this summer Yes The time flies, boy So you wrote this on Instagram Quote,I am struck by the fact that the young female characters in this movie built their lives and careers in a country then honored their right to have choice over their own reproductive health See you in the fight So why did you write that? Why wa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write something like that? Because we're in the fight Yeah We're in the fight every day We're in the fight every minute And you mentioned the Devil Wears Prada Turning Sweet 16 Yeah Some 16-year-old's life has been irrevocably changed Yeah Because of the current overturning of Roe v. Wade And in this character I played a young woman who was starting out her career And when you are a young woman starting out your career Your reproductive destiny matters a great deal Of course And I just It had just happened And I just I think about it all the time I think we all think about it all the time And And what its implications are And what it means to live in a country That Puts us in this position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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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o If I were to play that role nowadays I couldn't take that for granted I couldn't take that freedom For granted The freedom of choice And by the way I'm not This is not a moral conversation Abortion Right This is a practical conversation About women's rights And by the way Human rights Because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And the freedom that we all need To be able to To choose and build our lives And have access to Excellent 你看 跟我记忆中的Ann Hathaway 真的是一模一樣 霹哩啪啦霹哩啪啦的 說出一堆沒有意義的廢話 沒有任何重點跟事實 這個就是左派最大的問題 從我們的拜登總統對於民主的觀點 到上個星期說我斜口噴人的觀眾 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這一段 很多女人 女孩的 剛剛這個女神說的這一段話 他說他非常的難過 因為他演的這個 穿著Prada的惡魔裡面的那個角色 放到現在的話 他將沒有辦法墮胎 首先為了一個虛構的人物 可不可以墮胎而難過 是一個非常神經病的一件事 Devil Wears Product 那部電影從頭到尾應該講的都是在紐約 墮胎在紐約是完全合法的 Roll V-Way對於紐約能不能墮胎 完全沒有任何的影響 而且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部電影的主軸應該是在講說 在服裝流行圈的人 真的都是很奇怪很自私 然後會為了上位互相捅刀 最後女主角看破了這一切 她離開這間公司 辭去了這個對Mirenda助理的職位 因為她發現人生不只是只有工作而已 人生很重要 不是只要在公司呼風喚雨 就可以得到快樂 然後你看那個裡面就是Mirenda 她雖然這麼成功 但是她家庭生活是有問題的 丈夫也是有問題的 在公司裡面每個人勾心鬥腳 每個人都要想要取代她 所以她才要繼續當Devil 當惡魔 然後女主角Andy不想要這個樣子 然後Ann Hathaway 從這個角色裡得到的想法 竟然是女人應該要可以殺死自己的小孩 然後為了要追求事業上的成功 這不是跟整個電影想傳達的東西完全相反嗎 她在那個片段裡面還提到一個詞 Weproductive destiny 生育的命運 我們可以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當一個女人懷孕之後 她生育的命運是什麼 首先命運這個詞是什麼意思 命運通常是在形容某個人的人生當中必須經歷的事情 這個東西是那個人無法控制的一定會發生的 一個超過自我能控制的範圍裡面發生的事情 那命運是誰制定的 不管你的信仰 你可以說是大自然 上輩子下輩子人生 或者你跟我一樣是基督徒的話 可以說神 這個制定命運的力量 是在跟這個懷孕的女人說什麼 她懷孕是有什麼意思 是在跟這個女人說 你可以進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你可以享受當一個母親的快樂 你也可以不用再孤單 你可以養育一個生命 有一個生命 她會把你當成她這一輩子最重要的人 還是她的生育的命運是在跟她說 你應該要付錢給一個墮胎的醫生 把她在裡面打碎 分屍 然後丟到焚化爐裡面燒了發電 正常的人都會認為應該是前者 掌控自己生殖的命運 就是應該要尊重自己 看重自己 而且尊重生命 既然發生了就一定是有意義的這個命運 是不能控制的 是外來的 才可以叫做命運 不是嗎 有權力摧毀另外一個人的生命 而且是自己孩子的生命 才叫做控制自己生殖的命運嗎 她在裡面說 她不想要探討道德層面的問題 只想要把這整件事情著重在 務實層面的保護女人的權利 這個是左派最愛瞎扯的東西 因為任何東西只要參扯到了人權 只要參扯到了權利 就一定是一個道德層面的問題 只要我們討論到人權 就一定會涉及到道德問題 這兩個是必須的拉扯 純粹的務實層面的議題 是不可能跟人權跟道德扯上關係的 跟主義扯上關係的 但是人權就是一個思想 人權就是一個主義 人權不是一個實體的東西 不是一張椅子 不是一張桌子 不是一棟房子 那些東西才可以 純粹的務實討論的東西 人權是否存在 本來就只是一個想法 想法的好壞 就一定是有道德層面的高低標準 所以在這邊說我們不討論道德 只討論務實層面的人權的話 就是一個人在那邊胡言亂語 因為人權本身就是一個道德標準 一個人有沒有權利就是跟道德有關 所以只要談到人權 就是把人權放在一個道德標準上面測量 但是Anne Hathaway不想要討論道德 因為墮胎就是一個沒有任何道德的東西 每一個人都知道 沒有人可以有道德的墮胎 美德的墮胎 開心的喜樂的 沒有任何罪惡感的墮胎 但是這還不是全部 他還可以把自己弄得更醜陋 真的做到說的比唱的還要難聽的進步 請我再說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因為我個人的經驗 我個人的經驗 the rest of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it follows that no two lives are alike that follows that no two conceptions are alike so how can we have a law how can we have a point of view on this that says we must treat everything the same and where I come at it from is when you allow for choice you allow for flexibility which is what we need in order to be human so that anyway I just wanted to infuse that part Especially for that it's not it's not set in stone just because you get pregnant it doesn't mean you get to keep that baby yeah it's a health decision and it can be it really can be yeah他这边说到 堕胎是一种仁慈 对谁的人慈 对那个被你屠杀的孩子仁慈 怎么可能 那个孩子的一生都被你毁了 他的人权呢 他的命运呢 他没有选择权利 他选择权利被你否决了 你帮他做了决定 你断定了他的人生 没什么好活的 你猝死了他 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就被你无辜的杀死 他一生的可能性都被你阻止了 一生的希望 连呼吸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你的自私而消灭了 只因为你想要上班 你要有你自己的事业 这个叫做mercy 仁慈 堕胎是完全不仁慈的 是跟仁慈完全相反的 是一个没有同情心 没有同理心 丧心病狂的行为 而且就连左派都知道 没有同情心 没有同理心 也不可能跟仁慈有任何的关系 还是说这是对女人的仁慈 这边是在说 一个妈妈杀死自己的小孩 是对于妈妈的仁慈吗 当然不是 仁慈是在帮助一个母亲抚养小孩 仁慈是让那个妈妈知道 自己不是绝望的 自己不是孤单的 有很多的人在帮助她 每一家医院 很多教会 很多社工 政府机构 私人机构 领养机构 都有非常多的资源 在帮助这些女人 上个星期有人留言说 如果禁止堕胎的话 那么政府就要帮这些小孩 养到成年为止 这个制度一直以来都是有的 我还没来美国之前就有了 美国的政府 一直在帮助那个样子的家庭 特别是单亲妈妈 甚至为了过好的生活 滥用这样的资源 在美国有很多拉丁裔的家庭 刻意不结婚 当个单亲妈妈 然后生七八个孩子 目的只是为了要领救济金而已 我高中的时候有同学 她有六七个兄弟姐妹 然后妈妈每一年都去坐邮轮 因为政府对于低收入户的这个补助 一个小孩就补助八百块钱一个月 那个妈妈一个月什么都不做 当时就五千六百块钱 然后可以领到那些孩子十八岁 然后他们的女儿 在做同样的事情 十四岁就怀孕 然后领补助金 这样的故事 这样的东西你没有听过吗 真正没有仁慈的 就是那些邪恶的 真正邪恶的 就是那些堕胎中心 他们使用恐惧 害怕 威胁来制服 每杀害一条生命 他们就可以赚一笔钱 他们卖的产品是 罪恶感 后悔 跟孤单 方式就是夺取一个女人 成为母亲的快乐 这不是仁慈 这是丧心病狂 所以Anne Hathaway在这边说仁慈 我真的无法理解她在说什么 不过没关系 她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 左派的脑残 跟所有左派的支持者一样 就是一群邪恶的 无耻的 没有经过大脑跟逻辑的人 在那个地方胡言乱语而已 跟我们的总统 Joe Biden 跟宾州的州的参议员参选人 John Featherman一样 语无伦次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下个星期二 不要忘记去投票